持续在立法院新闻最前线的门口 弹宁挖真相 挖掘国会改革的真相 你可以看到 现场的这个声势 跟这个人声鼎沸的样态 跟各位报告 最新的统计 人数已经突破10万人了 越业人越多 大家一定好奇 什么力量把这些人 不分年龄层给吹出来呢 你可以听到 各自有各自的诉求 现在在我旁边 我为大家邀请到现场 我们特别去找年轻的脸孔 那些刚刚可以参与 政治参与讨论的年轻人 有学生 有更多 他们是社会新鲜人 在我旁边这两位 我们先来看看 他们手上的这个牌子 没有讨论 不是民主 守护台湾 捍卫民主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今天你们两位 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关心这个台湾的国家 然后我希望 这么有争议的法条 可以退回委员会 做充分的讨论 是 因为我觉得如此充满争议的法条 如果过了的话 那之后会有更多争议 需要被解决 那就会越来越复杂或是麻烦 那我现在知道说 你的牌子写没有讨论 但现在蓝牌阵营说有 我们有讨论 我们经过将近三十个小时的讨论 可是有人不听啊 有人在杯葛啊 有人想尽办法拖延啊 关于这个部分 你有多少的理解 因为我知道程序上面会在 程序会在讨论的委员会里面进行讨论 但是有没有看到影片 就是如果真的有人在闹 有人在杯葛的话 那就把影片可能可以呈现出来 他们讨论整个的过程 那这样我们也可以清楚明了的知道 是哪一方 因为现在是各说各的话 那大家也是一头雾水 所以我希望如果一方说 我有要讨论啊 然后一方说是你不讨论啊 那这时候是不是可以把影片都放出来 让大家知道究竟是谁在不讨论 还是谁不给谁讨论呢 对那我觉得台湾的人都希望 这个国家变得更好 然后每一个人都希望 国会改革的诉求 每一个人都想要让他变得更好 那我们为什么不把 这个比较充满有争议的法条 可以做充分的讨论 那争议就会比较少 也不会有我们现在需要站出来的这个时候 对 你有没有要补充的 我觉得就是两方的那个论述 都有各说各话嘛 所以你要先确定哪边到底讲正话 因为我们只是在网上看到 来这边可以比较稍微比较清楚的知道两方论述 还有大家的想法嘛 像这边这么多人就可以知道大家的想法 对 对这样子的话我们才可以确定到底哪个是真的人要讲 好非常好谢谢你们 然后继续呢我们要来告诉大家的是 刚刚其实两位同学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建议 拿画面来说服 拿证据来说服 到底是谁在背格谁在拖延 他就说没有讨论 对啊我们接收到的讯息是这样啊 如果你有讨论 证据拿出来 以杜悠悠之口 现在在我旁边的这一位是 江先生江大哥 江大哥你好 你的这一边也写着 一样没有讨论 不是民主 这八个字的背后 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第一个先讲讲看 你为什么会站在这里 出现在这里 我看你来这里好久了 腿也很酸 但是越晚越热闹 根本就想看 你来到这个地方 动机一个理由 因为政治是选举出来的 我们都了解 如果逐条讨论 不要做黑箱 有什么问题讨论过 投票过了 我们没话讲 但是他完全是黑箱 特别是黄郭昌 他在十年前的那个 太阳化运动的时候 他的讲法跟现在 他完全是不同人 他是个伪君子 再来傅昆琦 他当主招 他凭什么当主招 他凭什么当主招 他被退党才进党多久 他去大陆访问又回来 那为什么台湾的秘密 要交给他们这种人 好我知道呢 刚刚私底下在跟 江先生在聊的时候 十年前 大家都在讲 今年这个场面 都让我们想起 十年前的太阳花 一样的场景 十年前人更多 但我们提过 十年前那个太阳 跟今天非常不同的是 他先有人带着冲 冲进去 后面空了 群众又是跟水一样的 涌过来 十年前如此 你也在现场 十年后的今天 你也在现场 你觉得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没有 那个我是感觉 世代改变 现在主持人 年轻人也是大学生 高中生也都站出来 他们当时都是 国中生 小学生 太阳花的时候 我虽然没有冲进去 但是我关心政治 我都在看 我很 很羡慕 蔡丁贵教授是认为是英雄 他带头冲 他不管被怎么样 他会准备棉被冲进去 让意识没办法运作 你国民党如果乱搞 要做成这样的话 我个人是不反对要冲进去的 因为国民党它是要卖国 都是变成中国的同路 可是现在当家的是民进党 而且今天的这个行动之前 也有很多的提醒 不可以轻举妄动哦 那是我个人的想法 是 好 非常谢谢江先生 那您小心您的步伐 观众朋友 我再跟大家报告一次 在现场的人 越晚越聚越多 然后呢 我们在整个议场内的 这个过程 那么今天我们有一个 持续更多的评论员 来到现场 那么秀琳 小心您的步伐 秀琳跟佳耀 目前又重回在舞台 我先来跟秀琳了 来请教一下 在刚刚我们听到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建议 没有讨论就不是民主 对呀 你要拿什么证据 让人民知道 来说服人民 当然这一场 这一个陈情抗议 的起因就是认为 国会改革的法案 在立法院审议的过程当中 有程序辖职 就是没有足条审查的讨论 那针对这个 没有足条审查的讨论 当然在野党跟这个民进党 是有不同的看法 针锋相对的 在野党认为 我在审议的过程当中 我在委员会当中 我虽然没有一条一条审 但是我开了三场公听会 我开了一场专案报告 然后呢 我有法案的整体的 大概的讨论 而这个大概讨论当中 其实民进党登记发言的次数 也有三十几次 然后呢 这一个国民党 二十几次 然后民众党十几次 加起来也有好几七八十次的讨论 针对法案 虽然不是足条 但是针对整部法案的争议 那最后在进入足条审查的时候呢 因为每一次要讨论这一条审查的时候 民进党呢 就提了一个散会动议 所以为什么会提四十几次散会动议 因为这条法案 要从委员会送进院会的时候 有四十几条 每一条都有一个散会动议 所以总共有四十几个散会动议 让整部法案最后只好用保留的方式 因为有人提散会 有人提异议 他就必须保留 保留就要整个送到朝野协商去冷冻 那冷冻一个月的时间 现在照的程序就是这样 所以回到委员会当时的现场 就是在法案被冷冻之前的这个状况 就是这四十几条的法案呢 没有办法一条一条审查 当然这个民进党是说因为吴宗憲 招委不愿意给太多的时间讨论 没有办法逐条审 所以只好散会 那散会一表结就输了 输了他就只好进入冷冻库 可是你知道 今天我们描述了这么多 一场内的细节 大部分在现场的人是不知道 所以刚刚那个同学 我觉得他那个提议 是不是就是说 你真是想要说服人民 你就剪成一段一段的短影 你就上传 用这个说服人民 这是不是一个好的建议 可是其实立法院现在有一个频道 叫做国会频道 国会频道就是把所有立法院开议的 每一场会议都在网路上面 都会公开上网 所以只要你有兴趣看的话 你都可以点进去看 那一场审议当中是怎么进行的 因为立法院在这一个 大家认为应该要公开审议 其实跟那场太阳化运动也有关系 那也是一个太阳化运动 对于立法院来讲 非常重要的贡献之一 因为要求不要黑箱 要求要公开透明 公开透明这件事情 在立法院做的事情就是 我把所有的开会的过程 通通直播 我有一个国会频道 从早播到晚 每一个委员会 谁在审查法案 谁做什么发言 通通都有 这是影像的 其实在影像没有出现之前 立法院里头是有公报的 立法院有一个图书馆 那么图书馆里头把 每一场会议的逐字稿 都有公报 那叫做立法院公报 所以这个一切是公开透明 大家有兴趣可以上去查阅 而且在大院里面 刚刚出现了一些 很特别的一个状况 居然在里面 开始 白色 这个黑色气球 一个一个 一把一把的抓进去 里面到底 最新进度是什么 所以居然哥 我跟各位观众来讲一下 目前这个立法院最新进度 我跑这个国会 已经七年了 那你可以知道的是 没想到他们现在 你在放气球 那这些气球 走到最后要怎么样的收拾 其实都是未来一个专点 那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棚内 武器爆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武器爆新闻 俊相 还有优秀的武器爆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篇 花真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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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